第349章 云烟复日镇 第349章 云烟复日镇 身体也是犹如那失去双翼的鸟儿一般 对着地面之上直直坠落而去 身体急速下降着 在即将距离地面上还有十几米距离时 云铃双一阵 竟然是生生地将身子稳了下来 灰白色的强光自体内暴涌而出 傻时间强光带着暴怒的情绪 以一种无可抵挡的压迫之势 瞬间便是将那道火红光线压了过去 并且将之强行击散 斗亡强者的寒怒反击岂是一般 火红光线缓缓消散 那次云铃体内爆发的灰白强光 也是迅速地收敛入体 强光消退 其中的云铃啊 也是再度地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注视之中 然而当下方的视线在瞧得云铃此刻的形象之后 广场之上瞬间变得犹如死静一般 再过的半会儿 一到到吸着凉气的声音呢 此起匹复地响了起来 天空之上 云铃背后双翼略微有些迟缓地煽动着 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双手紧紧地抱着脑袋 阴红的鲜血从指尖渗透而出 滴滴答答地落下 几乎将脸庞染成血色 双手缓缓离开脑袋 顿时一到半寸厚许的身痕 从左夹角之处一直蔓延到了左耳朵之旁 深深的伤痕中赫然能够看见那森白的白骨 这股恐怖的伤势 若是先前云铃在反应的慢点 恐怕脑袋将会被硝烟这一击给消飞了去 本来以为硝烟的实力 即使是施展了地阶斗底 也根本不可能将云铃弄出这般恐怖的伤势 可是后者实在是太过轻敌了 若是先前他能够提早在头顶上覆盖上能量薄膜 硝烟的这一击呀 顶多只能让他的伤势严重一点而已 而类似现在这种差点致命的伤势 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手掌缓缓颤抖着 云铃胸口不断地起伏着 忍着剧痛抬起头来 那张苍老的面孔在此刻变得极为猙獰 双眼怒盯着天空上的硝烟 那模样恨不得将对方随时万段一般 好好好小子 倒是老夫小瞧你了 咬牙切齿地冷笑着 脑胎上传来的剧痛 让得云铃啊有些眩晕 然而与肉体的疼痛相比 精神上的暴怒却是差点让得云铃失去理智 在这云蓝宗上近千名弟子的面前 自己呀竟然被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小子 差点把这条命给搞了去 这脸呢 丢得实在是太大了 从那界中快速地取出几瓶疗伤药 然后全部地敷在伤口处 感受着那缓缓扩散开的清凉感觉 云铃啊这才感觉到疼痛舒缓了一点 目光怨念地望着硝烟 深吸了一口气 凝然道 硝烟 今天你别想安然地离开云蓝宗 硝烟淡漠地撇着那满脸鲜血的云铃 心中啊略微可惜 在施展出了地阶斗技之后 竟然只是让他受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伤势 原本啊 硝烟还以为能够直接一吃解决掉这老家伙呢 先前硝烟施展的斗技 应该是地阶斗技吧 据树上 嘉行天微眯着毛子 望着那满通鲜血的云铃 再转向硝烟 低声喃喃道 嗯 凭借他大斗师的实力 能够伤到云铃啊 想必斗技的等级不会低于斗技 法马微微点了点头 惊异地说道 没想到啊 他竟然还一直藏着 看来啊 先前他与纳兰奄然的比试 就算不取巧 想要得胜 并非是很困难的事 嘉行天叹了一口气 皱眉道 这家伙 究竟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么多好东西 先是异火 再是斗王级别的宠物 现在又是地阶斗技 难道他背后 也有着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强大势力在支持他 法马摇了摇头 说实在的 他也觉得 萧衍娜能够拿出这种 即使是连他们都感到惊讶的底牌 实在是诡异的 有点过分了 至少 以他炼药施工会的实力 是绝对拿不出任何一种异火 以及一头斗王级别的魔兽便是 难道是萧家 这话一出口啊 法马便是自嘲地摇了摇头 凭借着萧家的实力 能够拿出一种玄阶的斗技呀 便是已经不易了 想要拥有地阶斗技 那无疑是天方夜谭 两人对视了一眼 皆是紧皱着眉头叹了一口气 以他们所掌握的势力情报 却依然是没有半点细细群道 能够得到关于萧妍这三年的确切消息 这个当年的萧家废物 从那兰燕燃前去退婚之后 便是猛然地崛起了 难道说这都是因为那兰燕燃退婚 给予了他刺激的关系 两人苦笑了一声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那兰燕燃呢 算不算是自作孽 天空上 那从云灵体内散发而出的 森然猙獰气息 即使是下方的云兰宗弟子们呢 也是有些觉察 当下面面相去着 不敢发出丝毫声音 以免触爆云灵这枚 正在处于临界点的炸弹 萧炎这家伙 这手可真是够狠的 能量照边缘处啊 海波东也是被场中的变故 惊得回过了头 瞧得那被打得头破雪流 极为凄惨的云灵 不由得摇了摇头 暗自笑道 海老赶紧打破防护罩吧 这里还是不能久留为妙 萧炎抬头望向海波东的方向 开口催促道 三分钟时间 点了点头 海波东也不废话 转头开始对着能量照 发动了狂猛的摧残 而那有百多名云兰宗直使 联手构建的能量照 倒也是够顽强 虽然能量涟漪不断地扩散而出 可却始终是不曾破碎 海波东 既然你如此不给我云兰宗留面子 那老夫也不用再给你 这曾经的冰黄留什么脸皮了 猙獰的望着那不断摇晃的能量照 云林暴怒地喝倒 没有理会云林的喝声 海波东依然在继续着 对着能量照发出狂猛的攻击 现在呀 事情已经搞开了 其他的什么事情 事后再说吧 他还就真不信了 云兰宗有魄力 针对米特尔家族啊 做些什么事情 毕竟一个疯狂抱负的窦黄 嘴让得任何人胆寒 紧紧地握着拳头 原本暴怒的云林 却是突然间的安静了下来 低下头 语气冰寒地 对着场中近千名云兰宗弟子 大声喝道 云兰宗弟子听令 结云烟赴日震 这家伙竟然连护宗大阵都用出来了 看来是真的被硝烟弄出的 有些发疯了 听得云林的河声啊 骨盒一整 眉头微皱 低声喃喃道 听着那响彻广场的冷河声 无数的云兰宗弟子一愣 略微迟疑了一下之后 便是其一声引河 缓缓闭目 片刻之后 一缕缕白色的能量 从那些云兰宗弟子 头顶之上渗透而出 源源不断的白色雾气能量 升空而起 最后几乎掩盖了整个天空 一眼看上去 宛如是在云海一般 而那云林啊 则正好是属于云海的中心 众伟长老 助我一笔之力 望着周围弥漫的云雾能量 云林再度冷喝道 脸庞上的血迹 已经在此刻结成雪霸 看上去尤为恐怖 随着云林喝声的落下 那石台之上 十几位白袍老者 顿时齐齐站起身来 身其愉悦 便是迅速分开 然后射到了广场周围的大树之上 手中结印同时结动 而随着他们手印的动作 那弥漫天空的云海 也是猛然间的波动了起来 云海中央位置 云雾能量啊 急速凝聚 片刻之后 居然是在云林面前 凝固成了一枚 足有一丈左右的 白色能量螺旋球体 缓缓升起右掌 遥遥操控着白色螺旋球 云林眼中闪过一抹狠色 秋袍猛的一挥 那凝聚了所有云兰宗弟子 一份力量的螺旋球啊 便是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 对着天空上的硝烟 爆射了出去 白色螺旋球的速度极为恐怖 螺旋球所过之处 几乎是出现了一条 丈许城的真空地带 在那里 就算是空气啊 都是被那股强大的能量 压迫成了一片虚无 硝烟 小心 在大阵刚成的刹那 海波动啊 便是有所觉察 所以一见到能量球 对着硝烟射去 便是急忙喝倒 那能量球所蕴含的能量 恐怕不可能是硝烟一个大斗尸 能够抵抗的 完了 听他的速度 夺不开的 哈哈哈哈 云林狂笑道 袖袍猛然挥动 螺旋球闪电般的 到达那脸庞大便的硝烟面前 携带着恐怖的进气 狠狠杂取 脸色难看的望着 那爆射而来的庞大能量球 硝烟心头啊 终于是略微有些惊慌起来 这种能量几乎是远远超过了一个斗黄强者 所能发挥的能量 而且这攻击速度也是根本让人难以逃脱 双眼死死的望着那越来越近的能量球 硝烟刚欲咬牙拼命一搏 眼角七彩光芒猛然闪躲 巨大的阴影从天而降 吞天猛那巨大无比的身体闪躲而下 巨尾一扫 身体便是盘踞而起 将硝烟牢牢地护在了其中 砰的一声 犹如雷鸣般的巨响 在天空之上乍响开来 而凄厉的蛇鸣之声啊 也是在此刻随之响起 在无数道紧张的目光注视下 能量余波缓缓散去 露出了那被击中的七彩吞天猛 此时的吞天猛啊 模样颇为凄惨 那原本美丽光滑的七彩蛇鳞 被先前的那道恐怖攻击 直接轰裂了将近大半 阴红的鲜血渗透着破碎的蛇鳞 滴滴答答地 犹如下着小雨一般滴落而下 巨大的身体微微蠕动 将其中安然无恙的硝烟放了出来 硝烟抬起头 望着那蛇童中暗淡了许多的光芒 鲜血滴落在脸庞之上 略微有些温热 吞天猛冲着硝烟吐了吐蛇信 眼瞳中啊 有着颇为人性化的关切 如今吞天猛已经进入五阶 早就具有了不逊色于人类的灵质 若非是由于美杜莎女王 灵魂力量压制的缘故 恐怕呀 也早就能口涂人眼了 吞天猛从出世之后 第一眼见到的便是硝烟 再加上后面一直贴身相助 虽为触类 可对于硝烟呢 早就有了一些类似亲情般的感情 紧紧咬着牙 硝烟望着那浑身鳞片魄力的吞天猛 特别是当乔德吞天猛眼中的 那抹人性化关切之后 一股愤怒几乎差点冲走她的理智 不过好在最后 理智压制住了怒火 阴冷地看了一眼下方的云铃 然后赶紧从那界中取出一瓶瓶疗伤药 然后对着吞天猛身体砸了上去 形字砸在那些鳞片上便是轰然裂开 温良的疗伤液体顺着伤口缓缓低塔 替吞天猛消解着疼痛 好运的家伙 上一次这畜生能救你 不过这一次呢 冷笑地望着那受伤不轻的吞天猛 云铃手掌一挥 云海之中 巨大的能量螺旋球啊 再度凝聚而出 球体表面能量流逸 恐怖的进气将周围的空气尽数震成虚无 下地狱去吧 脸庞上浮现一抹凝染 云铃双掌猛然一推 庞大的能量球啊 再度带起呼啸天际的压迫风声 对着硝烟抱舍而去 眼睛死死的盯着 那不断在眼瞳中放大的能量球 硝烟紧紧咬着牙 死命地握着玄中尺 体内斗气疯狂地运转 云铃 以你云蓝宗大长老的身份 竟然对一个小辈下这般狠手 亏你还好意思 在能量球即将射向硝烟之时 海波东的冷笑声啊 终于是响了起来 万花冰镜 随着鹤声的响起 一块笼罩了几丈空间的巨大冰镜 猛然地出现在了硝烟面前 镜面之上布满着无数道细小的平面 日光照耀下 宛如一块阳光所凝固而成的镜面一般 能量螺旋球重重地轰击在了冰镜之上 庞大无匹的能量 顿时被那些无数细小的平面 将尽气分散而去 待得能量球消散之后 冰镜虽然是满目疮痍 可却依然还能坚持着 直到弥漫周围空气中的所有云气能量散去后 方才咔嚓一声 能量球化成漫天冰镜 缓缓飞落 嘿 没事吧 人影闪动 海波东出现在了硝烟面前 背对着他问道 还没事 硝烟那摇了摇头 紧握着玄重尺 低声道 这下麻烦了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发狠地将云岩赋日阵给弄了出来 这可是云兰宗的护宗大法 发动起来代价可不小 以前的岁月中啊 不知道帮助云兰宗度过了多少次难关 海波东目光 海波东 海波东抬头看了一眼笼罩广场的能量罩 说道 除非啊能将这个东西打破 只要他一破 那我就能带着你离开 不过现在要护着你 我也分不出心了 说到这里 他瞥了一眼硝烟身后 那庞大的吞天蟒 说道 那能量照由上百名云兰宗知识所构建 凭他斗王级别的实力 想要打破 恐怕时间不会短 而我们现在最缺少的便是时间 嗯 我和吞天蟒去试试 海老帮我们防护着那些家伙的攻击 萧炎沉思了瞬间 当机立断地说道 现在呀 没有任何多余的时间让他们消耗了 哎 只能这样了 那云烟复日阵呢 必须需要一名斗皇强者 方才能够勉强抵抗 还好云云不在 不然的话 以他斗皇实力来主持大阵 那就算是斗宗强者 也会有所忌惮 虽然明知道 以萧炎的实力 想要打破能量罩 很是有些难度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 海波东啊 没有其他办法了 若是能量罩不破 那么他们便只能被迫 以云烟宗进迁弟子应战 以一敌迁 对于斗皇强者来说呀 并不困难 可惜呀 经过云烟复日阵的凝聚 再加上 那被培养了将近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默契 这千名云烟宗弟子的实力 几乎是全部的叠加到了 作为阵眼中的云灵身上 这般特殊的战斗 就算是海波东啊 也唯有暂避锋芒 海波东 既然你执迷不悟 那也就别怪老夫 不念既有情了 冷冷地望着天空上的海波东 云灵也不含糊 再度从云海中 召唤出一枚云烟球 这一次球体的体积呀 比先前几乎大上了整整一倍 望着那足有四五丈庞大的能量球 海波东脸庞上啊 也是涌上了一抹凝重 双手间寒气萦绕 周身的空间 无数细小的冰筋缓缓出现 哎 事情看来是闹大了 望着那即将展开真正大战的双方 嘉行天叹息着摇了摇头 为了一个莫城而已 与一名斗黄强者 以及一名潜力恐怖的未来强者 闹成这般 值得吗 倒不是为了一个莫城 他一个外门指使 还没这么大的能耐 法马摇了摇头苦笑道 云南宗啊 要的是名誉 不过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了 也的确是有点过了 硝烟先前的那一击啊 让得云陵脸面大丢 因此方才出动了护宗大法 说起来 他是动了私心呢 哎 叹了一口气呀 嘉行天也是苦笑了一声 到了这一步 任何人出去调和呀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众士夹杂着凶悍尽气 狠狠地砸在了能量罩之上 却只是带起了一波波细小的涟漪 除此之外 没有半点成效 脸色阴沉的望着 那坚固不摧的能量罩 硝烟转头望了一眼 吞天莽的攻击 那一波波扩散而出的涟漪 倒的确是颇为有些声势 不过距离摧毁能量罩 倒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 混蛋 硝烟回头望着海波东与云灵之间 即将爆发出的恐怖大战的尖锐气势 低声狠狠地骂了一句 我就不信了 打不破你这狗屁的东西 呼吸逐进夹剧 硝烟眼睛赤红着 紧握着玄中尺 体内斗气狂勇 大吼着狠狠砸上了那坚固无比的能量罩 砰的一声 随着硝烟重尺的落下 巨大的声响啊 猛然地在场中响起 无数人抬头 满脸愕然地望着 那裂缝几乎是在瞬间 便是蔓延而出的能量罩 恶然持续了瞬间后 玄机转向了 那同样是握着黑尺 一脸目瞪口呆的硝烟 这个连斗王强者 都需要一段时间 风才能够打破的能量罩 就被他随意地一尺子 给打破了 不可能 云海中 云灵也是呆呆地望着 那布满裂缝的能量 寻寄气急派坏的吼道 没想到 明镇加玛帝国的云兰宗 就是这一副德行 整个宗门上千人 竟然联手起来 对付一个不过二十岁的少年 真是丢尽了 当年云破天在大陆上 被云兰宗打出来的脸呢 就在整个广场 所有人呆滞的刹那 略微有些嘶哑的大小声啊 却是突兀地 从天空之上响起 是谁 竟然敢侮辱我 云兰宗的鲜美 藏头露尾之人 有本事给老夫献身 脸色一变 云灵抬头立鹤道 哈哈哈哈 现身就现身 别人怕你云兰宗 可我却没有半点惧怕 大小声啊 再度响起 随着笑声的落下 那本来啊 便已经是即将崩溃的能量罩 终于是砰的一声 化为了满天能量碎片 缓缓地化为一片虚无 能量罩一破 周围巨树之上 上百名云兰宗的直士 脸色呀 猛然一阵惨白 旋即一口鲜血 狂喷而出 没有理会那些吐血的直士们 云灵抬头将目光死死地锁定在一处虚空的空间处 某一刻 那里的空气亚突然诡异地扭动了起来 片刻之后 一道黑影缓缓浮现 仅仅是瞬间的时间 一位身着黑袍的人影 便是凭空地出现在了所有人视线之中 随着黑影的出场 场中的海伯东 家行天 法马 云灵等人的脸色 几乎是在顷刻之间 便是猛然大便 又是一名斗黄强者 家行天缓缓地吸了一口凉气 声音中啊 有着掩饰不住的震惊 看起来 似乎是硝烟的援兵 这个家伙 背后果然有着一股 极为庞大的势力 法马脸色出奇的凝重 喃喃道 云兰宗啊 这次恐怕要倒霉了 好 感谢观看